今天,我很荣幸能够向大家介绍一种非常特殊的植物 它不仅让蛇纹风丧胆 而且还是一种民间常用的中草药 味道酸酸甜甜 非常受欢迎 它的名字叫做杠板龟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杠板龟的基本特征 杠板龟是一种攀原状多年生草本植物 属于鸟科 它的叶子形状独特 呈三角形或星形 叶子的背面有细数的刺毛 杠板龟的花朵是绿色、粉红色、蓝色的、果实也一样 这种植物的分布非常广泛 在我国的河南、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西、广东、贵州、四川等地区 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杠板龟的特殊之处 首先,杠板龟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蛇灭门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这种植物的叶子形状像一道道门 蛇类看到后,会误以为这是通往死亡的门 因此不敢靠近 所以,在农村,杠板龟又被称为蛇剑帕 除了是蛇的克星之外 杠板龟环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民间中草药 根据中医理论 杠板龟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止咳化痰等功效 此外,杠板龟环是一种美味的野菜 它的叶子和果实都可以食用 味道酸酸甜甜 非常可口 在农村,许多人都会到野外采摘杠板龟 将它做成各种美食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杠板龟的使用方法 下面我就来介绍一道杠板龟的经典菜肴 杠板龟蒸鱼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杠板龟、鱼、盐、料酒、姜、葱等食材 然后,将杠板龟清洗干净 切成适当长度的段 鱼去鳞、去内脏 洗净后切成块 用盐和料酒腌制片刻 姜和葱切丝备用 接下来,将鱼块放在杠板龟上 撒上姜丝和葱丝 放入蒸锅中蒸15分钟左右即可 最后,取出蒸好的鱼块 淋上香油和生抽 撒上葱花即可食用 这道菜肴不仅美味可口 而且还有清热解毒 利尿消肿的作用 杠板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植物 它不仅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美丽花朵 而且还有多种用途 杠板龟你们了解了吗 这道菜肴不仅具有独特的 这道菜肴不仅具有独特的